陳副校長 劉副主任 還有我們中文系的劉主任 各位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晚安 晚安 我怎麼會站在這裡 今天其實來學校擔任我的學師歷程的演講者 我是忐忑不安的 而且可以說是充滿著自我的懷疑的 其實在多年前共教中心曾經邀請過我 但是我毫不考慮的就予以回絕 並不是我無情 而是我自知自己的精良 尤其是冠上學師歷程 這完全是要為大師級的人打造的一個課程 那我回顧我自己 第一個我並沒有傲人的學歷 我的最高學歷是台大中文系畢業 我沒有寫過論文 所有關於我的論文都不是我寫的 第二個我沒有顯赫的頭銜 我是一個沒有名片的人 拿不出名片的人 第三個我工業也不飆秉 對社會談不上有具體的貢獻 當然我是一個專業的作家 可是在我作家的範圍裡面 我的作品只侷限在華人的世界裡面流通 我跨過台灣海峽 但是我跨不過太平洋 我也跨不過大西洋 所以我的作品從來沒有翻譯過其他的語言 這樣的情況之下念下來 各位應該可以得到一個印象 這是一個不夠成功的履歷 一個不夠成功的人 怎麼可以站在學師歷程的講台上 跟同學們去分享呢 所以我當然毅然決然的就予以回絕 但是這一次 為什麼我會答應 答應的背景其實也是滿艱難的 第一個 我也知道我曾經多次的入選 我的作品入選這個國文教科書 高中的國文教科書 也包括國中的國文教科書 所以外界就給我一個課本作家 這樣的一個稱號 那在國文不是讓人載新載奔的 歡喜的一堂課的社會氛圍之下 作為一個國文課本作家 也不是討喜的 那幾年前我曾經有過一次傷心的經歷 那是一個怎麼樣傷心的經歷呢 我的朋友的朋友要去 我的朋友要拜訪他的朋友 於是我就隨行了 那朋友的朋友是一個熱愛文藝的人 也知道我浪得一點虛名的一個作家 他也很高興我到他家去 所以他就 簡正老師你來得正好 我們家的孩子國文成績不好 我正傷腦筋 你來給他提點提點 你的大作家提點一下 他的這個作文一定會突飛猛進 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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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這個公子就從房間出來了 正好要出門去 那這個做父母當然就是 誒 那個贊助 今天家裡來了一個貴客 這個就是你們課本上 常常選文的簡真作家 這個孩子是非常誠實的人 真的是直性自然 認真 認真是任性的認 不是那個認真 這個脫口而出 看到我脫口而出說 你還活著 我當下甚為愧疚 我第一次覺得我活著 造成了別人的困擾 那這是因為 國文選文裡面 這個文言白話的搭配 所以有一段時間 站在我旁邊的是韓裕 念完韓裕之後 念簡真的文章 那選的又是下之絕句 所以聽起來簡真就是像唐朝人 而且跟韓裕還頗有交情 所以他會脫口而出說 你還活著 我覺得 我覺得也真的是 也是一個誠實的話 後來我就跟他的 這孩子當然說再見 立刻他有他外面的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了 我也 沒辦法有怎麼提點 在當時的那種情況之下 我基本上是覺得是放棄了 但是我對他的父母講 我說這孩子天之以兵 他能夠自由穿梭在不同的時空當中 而自得其樂 你就不要限制他的 讓他自然發展吧 這是作為一個課本作家 這個曾經受過的一點禮遇或遭遇 那所以為什麼回到這裡來 就是說 答應來學校進行這樣的一場演講 一來 當然 我覺得現在的一個文學的氛圍 也在我們社會的發展當中 尤其是在這幾年當中 是比較親密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是文學中人 我也應該要稍微的現身 來說一說我的一些經驗 而第二個 更重要是 也許那只是我自己的一個感覺 這幾年來 我總覺得 我們說最親愛的這一所大學裡面 有一些學弟妹 有一些同學們 他們撞牆了 撞牆了 所以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很不幸的 有些發生了憾事 而這些 每次我看到這種新聞 聽到耳聞這樣的一個經驗 其實我的心都會揪一下 為什麼會揪一下 我不得不說 也許各位的經驗跟我不一樣 台大是一個很容易讓人撞牆的大學 也許我的經驗跟你們不一樣 但是當我聽到這一些訊息的時候 這些漢事的時候 我也不禁問我自己 就是說 當年讓我撞牆的那些牆哪裡去了 我還好好的站在這裡 那表示 我撞的那些牆 是牆倒了 當你撞牆的時候只有兩個結果 第一個牆倒 第二個你倒 既然我還站在這裡 那表示那些牆倒了 那些牆是如何倒的呢 那我覺得這個經驗 這個歷程 或許 或許也值得在一個機會當中 跟同學們去做分享 所以今天站在你們面前的這一個人 應該說是一個不是有一張漂亮的履歷的人 但是我想也許今天我們就不要談成功 我們來談成長 我們不談學問 我們來談學習 我們也不談財富 我們來談天賦 因為讓天賦自由 發覺你的天賦 不是你的老師的責任 是你自己的責任 走上你應該隸屬的那一條軌道 也不是你父母的責任 是你自己的責任 我想一個生性奴頓的我 資源欠缺的我 能夠走到今天的這一步 那麼資質十倍於我的你們 資源百倍於我的你們 一定輕而易舉能夠跨過 不管讓你撞的那一面牆叫什麼牆 什麼材質的牆 你應該是輕而易舉能夠跨過 而有一天找到隸屬於你的軌道 發光發熱 我想這就是今天為什麼我會站在這裡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當然我是從事創作 文學是我一生的解答 但是我是如何與文學相遇的 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 我想這就是今天晚上 我想跟同學們去分享的 我是宜蘭人 宜蘭人 我出生於1961年 年齡對我來講毫無需要隱瞞 我的頭顱已經告訴人家 我是應該要做博愛座的人了 這是宜蘭的一個地圖 像個本機一樣 三山 三山一海面對的是太平洋 宜蘭很重要的三條河流 宜蘭河上面的 蘭陽溪中間的 那最主要 所以宜蘭叫蘭陽平原 接著下來有一條東山河 東山河的中下游的地方 就是我出生生長的地方 那這個地理位置 在早年我出生的那一年 在我整個的童年期 其實很重要的就是颱風 颱風 當時來講我們並沒有太多 對於颱風的一個知識跟防範 甚至連消息 在當時的鄉村當中 收音機也沒有 很少幾戶人家有收音機 那電視更不用說了 那這樣的一個地圖 這樣的一個地理位置 當颱風天來的時候 而且颱風很喜歡 不是花蓮登陸 就是宜蘭登陸 必定帶來很嚴重的災害 那我所 我的家在這個平原上面 那個位置正好就是山洪爆發 跟海水倒灌的衝擊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有覺得 我個性當中有兩個部分 那兩個部分應該是從小 被山洪爆發跟海水倒灌影響的 這是我們家附近 這真的是我們家附近的景致 當然這個不是 那我們家住的那一條路 現在整個路名全部改了 我記得我小時候那個路叫武漢 武漢是格馬蘭嶼 格馬蘭嶼的穆罕穆罕所在地 而穆罕穆罕的意思就是 新月形的沙丘的意思 很美的名字 但是很可惜的是 當我去翻查古老的地名的資料的時候 我發覺有兩次被大改名 一次是日劇時代 日劇時代 不管你怎麼稱呼 被改了 改了比較優美一點 第二次當然就是國民政府來的時代 因為這兩次大改名 就使得我們現在的 當我們在說我們自己的住址的時候 其實沒有辦法直接的去連結到 他的歷史 他的在地的那個風情 文化的風情 這是可惜的 那這是東山河 早年的東山河的景致 還看得到牛枝 那你現在去看應該看不到牛枝了 那這是阿寶尊 這就是我們當時我們講的那個 那個鴨母船 在東山河當中 這些鴨母船 有時候他是趕鴨子 有時候是要採集扶貧 來給那個鴨枝 當作一個飼料 這都是我小時候 小時候日常生活當中 所見的一個景致 而且那種景致的優美 可以說是十倍於 十倍於二十倍於 現在你們去宜蘭所看到的 現在的宜蘭其實不是我認識 不是我心目當中 我記憶當中的那個宜蘭 這是龜山島 對每一個蘭陽的子弟來講 看到龜山島 就是有兩個可能 你要離鄉 第二個你要回家 不管是你要離鄉 還是你要回家 眼淚就會掉下來 龜山島 水是唯一的存在 我剛剛講了 在那樣的一個地理位置當中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除了看到 世紀的轉變當中 大自然的那樣的優美的 的淳朴的景致之外 但是我也看到的田園背後 隱藏的那個是人力 所無法去阻擋的災害 做大水 做大水 用我們的話講 那這是所有東山河流域的 成長的子弟們共同的記憶 當大水來的時候 他完全顛覆了 你平常對於這個空間的 所有的一個標誌跟感受 一望無際的稻田變成 一望無際的光陽 那種隨時被顛覆的 就是在水災當中被顛覆的 那種意象 其實是深入到我們的內在的 那這是 這是我有一篇文章當中 講到我小時候在大水當中的一個經驗 我記得就是說你記得 我用你第二人稱的方式來描述 你記得暴雨初至之時 大人們急著搬運骨倉內的盜骨 搶救日用器具 七八歲的你則必須遵從指示 火樹稻竹從鳳草朵上搭救 被風雨下呆的三兩隻羈押 其實差過出去講 這個是很艱難的任務 七八歲的小孩 大人就叫你說你把外面那兩三隻 迷路的受到驚嚇的羈押 趕回家 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沒有去當什麼 朝動物什麼補全隊那方面發展 是有點可惜的 或是背起竹籠到菜園拔光所有的蔬菜 以免水退之後必須連吃一周的豆腐乳 豆肉 菜薄 鹽冬粿 還有醬瓜鹹菜 鹽菜等等 你總是戴上那頂炸了花的破斗笠 披著半身塑膠布似結慶螺骨 這讓你興起神秘的感應 強風躲了斗笠 又把塑膠布吹成翅膀模樣 這種會飛的感覺如此美妙 你忍不住仰手斬背 乾脆把颱風吞入腹內 一望無際的平原 籠罩在狂風咒語之中 竟有一種孤寂之美 你心內激動卻無法言說 日後你學會爬書琴樹 趨淺文字回想這一幕 確信當時梗在喉堅的那一團情緒 若化成文字應該是 無邊的孤獨我在這兒 我被你找到了 無邊的孤獨我也是你的一部分 這是我的老家 非常淳樸的 其實也就是台灣早年的時候農村的 就是說當經濟的力量 台灣的農村還沒有發達的時候 還沒有城鎮化或者是商業化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的 但現在是找不到了 世界離我很遠 直到被命運找到 其實1960年代出生的我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 宜蘭其實是相對台灣當時來講 是一個比較貧困的一個縣 尤其是長年的 常常每年都要承受那麼多的災害的情況之下 其實如果不是被命運找到 我應該就會在這個族尾裡 這個好幾代的族尾裡 安安靜靜的平平穩穩的過 那一個年代的女孩子 應該過的或被認為應該過的生活 我不可能在此時此刻 站在這裡與你們見面的 這是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 無字的童年 我們家裡只有兩曆 什麼叫兩曆 一個叫日曆 一個叫黃曆 有沒有書 沒有書 渴望知道世界的樣子 總覺得 那麼遼闊的稻園 當大水來的時候 那麼遼闊的汪洋 稻田之外是什麼樣子 水退到哪裡去 那個時候想要 想要知道 談到這裡 所以我必須簡介一下我自己 我生長在這樣的一個農村當中 那也是一個很簡單的家庭 我的爸爸是獨子 那我的阿嬤是寡母 寡母帶著獨子 當然我還有姑姑們 所以我的祖父是很早過世的 我的爸爸 我是長女 所以我爸爸媽媽第一個孩子是我 那因為我爸爸是獨子 所以他就很渴望 他的第一個孩子是兒子 這是不用解釋 就是重男輕女的農村就是如此 現在也許你們這一代是 比我們當時是幸運很多的 所以我爸爸呢 我當然有名字 我爸爸呢 他從小不叫我名字 他叫我什麼 他叫我大的 老大 大的 老大的 所以現在 這給我一個錯覺 你知道嗎 現在如果走在街道上 如果有幫派卸鬥 有人叫我大愛大愛 我一定有反應 因為我以為可能是在叫我 你知道一個女孩子 那可能在父親的某一種期望 要滿足他的某一種 某一種他自己內心的一種渴望 的情況之下 他叫我大愛 那這一個小女孩的 整個的成長過程來講 他會內在他會被改變 他會被改變 那果然我們家的老二就是個弟弟 所以我父親也許藉著叫我大愛 想要招來一個兒子 那我確實是成功了 幫他招來一個弟弟 所以我底下有兩個弟弟 兩個妹妹 那弟弟妹妹們都叫我姬 我們台語講的姬姬 也不是叫大姬 不是姬 這是一個比較親切的口語 台語的口語 所以你現在在市井當中 在這個市場上 或者一些店鋪當中 你聽到有些叫大姬頭 都叫姬啊 姬啊 我想我也會有反應 所以被叫大姬的被叫姬啊的我 名字在我小時候其實是比較少用的 那我父親對我的教育 其實是滿奇怪的 滿奇怪的 因為他 他一直要 他非常要培育我 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 也就是說他灌輸我 我必須為我的弟弟妹妹們負起 領導的責任 所以我弟弟妹妹們犯的錯 我會連做法 連帶的會處罰到我 那這樣的一種 潛於默化的一個教育方式 這種教育方式其實相當程度會改變了 會影響了我的性格 也就是說 我被教育成一個 從小就要講責任感的人 我後來學到 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我心裡想 哇 這個不就是在講我嗎 當然我非偉人了 只是就是說 父親的這樣的一個教育方式 後來 後來的一個 我們家庭所遭遇到的一個過程 恰好體現了或證明了 父親的這樣的一個教育方式是睿智的 因為沒有人知道他會那麼早 就從這個家離開了 那當他離開之後 他所空下來的作為一個父親 作為一個丈夫 作為一個兒子的那些任務 必須要有人來協助他 而那個人應該就是我 應該就是他從小叫的那個大愛 我生命中的三個重要的導師 第一個導師 我碰到他是在13歲的時候 這位導師他的名字叫做死亡 叫做死亡 就在中元節普渡 我們民間很重要的 中元節普渡的前戲 前一個晚上 我父親是在 在羅東的魚市場裡面擔任魚販 他也賣魚 但是很重要他也有批發魚這樣的生意 所以那一年的中元普渡 對這一些市場裡面的這一些人來講是很重要 而且輪到他要當一個主祭 主要的一個祭祀者 所以在這之前我們家就是用一種非常歡喜歡欣的心情 採買各式各樣的祭品 毫不誇張的說那個真的有一個房間 有一個空間是堆滿了準備要去祭拜的所有中元普渡的 不管是罐頭 米粉 麵等等等等 還有那個提早就必須要鄰居一起來幫忙 要殺雞 宰鴨 甚至是豬肉各方面的一個採買 三星酒類各方面的採買堆滿了那個房間 然後就在中元節的前夕的那一個晚上 我的父親還沒有回家 很晚了 很晚了還沒有回家 突然那個晚上是很奇怪的晚上 因為有一種不安的情緒 中元節那是夏天不安的情緒 好像說不出來的一個感覺 好像慢慢慢慢逼近這一個很單純的 很可以說是無憂的一個主委裡面的這一戶人家 突然聽到急促的敲門聲音 結果我的祖母 我的媽媽還有我 就同時 我們三個人同時醒來 門一開來了一個警察 是一個警察後面有兩三個 我們村裡面的這些鄉親 警察就告訴我的母親說出車禍了 我的父親出車禍了 那要這個家屬趕快到醫院去 我可憐的媽媽 我的母親就跟著他們走了 那這個時候就是只有我的祖母跟我醒著 我的祖母開始不安 非常強烈的不安 你要知道一個寡母帶著她的一個獨生子 她內心裡面一定有湧現了很多不安的猜想 所以我聽到她不斷的嘆息 那我就 我就到了我們的屋外面 那個階梯上面 面對的就是一個無邊無際的黑暗 當時也沒有路燈 就是大稻城 我們的賽谷場 接著過去就是無邊的稻田 接著你可以看到夏天的天空當中 閃閃的星光 一個有月亮一個有星光的往上 我一個人全縮在那一邊 看著 看著那個黑暗 看著那個黑暗 好遼闊的黑暗 可是又好像所有的黑暗要逼近你 要抓走你一樣 那種對峙 那種禁止的對峙 可是又覺得是一個龐大的力量 即將要欺身而來的對峙 是我終身難忘的 不久 來了幾個男人 快跑步來 那這幾個男人 神色當然是極為倉皇 那就說快要做一個佈置 做什麼樣的佈置 在鄉下的禮儀當中 人如果危急了 基本上是不會讓他在房間 是要在客廳的 我所謂的危急就是 這個人如果要斷氣了 要臨終了 是擺在客廳 不是把他送到房間裡面 而他所謂的快 就是趕快把客廳的原有的椅子 沙發椅子搬離開 然後去飯桌那一邊 搬了兩條長板凳架著 接著又不知道從哪裡拿來了 搬來了一塊門板就鋪上去了 他弄好的時候 竹蟲外那個路頭那一邊 就一陣砸踏的人的聲音就進來了 上面就抬著有一個板子 上面我看到了抬著一個人 當然在人影當中 大人的人影當中 我沒有辦法看清楚 那板子上面那個人的情況 那當他們要進門了 我所站的角度 正好可以完完整整的看到 躺在上面的那一個人 毫無疑問 躺在上面那一個人是我的爸爸 是我的爸爸 滿身的血 滿臉的血 帶著一聲又一聲的身影 哀嚎被抬進來 而放在他們事先鋪好的那個板子上 這個時候我完整的看清楚 這是一個遭受到 車禍的嚴重的撞擊 而扭曲的 而鮮血直流 而送到醫院沒有醫生願意 為他做任何的處理的一個39歲的男子 他現在躺在那裡 這個時候的整個的室內充滿了聲音 各種的聲音 最重要是充滿了哀嚎的哭聲 而這個哭聲是來自於我的祖母跟我的媽媽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叫我 叫我去床上喊醒我的弟弟妹妹來 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從客廳走到後面的 我們睡覺的那個房間 那個房間是一個通鋪房間 我的弟弟妹妹們就睡在那裡 肢體橫沉小孩子 最小的也不過就四歲 那我打開了那個五燭光的電燈之後 我站上這個床 我知道我應該要叫醒他們 因為爸爸 阿爸現在就在客廳裡面 他正在要度過非常危險的時刻 我知道我應該叫醒他們 但是那個當下我遲疑 我在拖延 我想要遲疑一秒 遲疑兩秒 遲疑三秒 我捨不得叫醒他們 因為我希望他們就停留在 他們酣睡中的那個夢想 那個無憂的 他的世界還沒有被翻頁的那個夢想 我不忍幫他翻這一頁 所以我遲疑我停留 但是最後我還是要叫醒他們 一個一個一個叫醒他們 而他們揉著心鬆的碎眼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被催促到了客廳 去見那一個對他們來講 可能一輩子的印象 是無法抹滅的父親的樣子 我要講的是時間 那一刻的時間的緩慢 那一刻時間的緩慢 才讓我察覺到 原來當我們要面對巨大的 變故的時候 時間是停下來的 事實上時間沒有停 但是我們感受到的時間 是停下來 非常無情的停下來 那麼的緩慢 第二個是 也改變了我的一個習慣 那個習慣是 當我遭遇到困頓的時候 我選擇拖延告知 我選擇獨自承擔 這兩件事情是後來 我在我的成長過程當中才發現的 而這兩件事情不值得鼓勵 我也不希望在座的你們 將來在面對你們的困難的時候 如我一般延遲告知 如我一般獨自承擔 這個會出問題的 除非你像我一樣那麼的強壯 第二個 那個晚上讓我印象深刻 是血液的血腥 後來不知道是哪一個人 要我去拿毛巾 去拿一個臉盆 來幫我父親擦拭他臉上 頭上他身上的血跡 於是我就一個13歲的女孩子 乖乖的 我就去後院的水井打了一盆水 拿了一條毛巾 父親洗臉的毛巾 幫他擦拭 這其實是不應該讓一個 還沒有準備好的脆弱的孩子來做的 但在那一個當下 其實我們被迫 或者被要求去做的事情 是從來不會考慮 你準備好了嗎 你夠強壯嗎 你能承擔嗎 沒有這回事的 那當下你就必須要去做 你應該做的事情 那在這樣的一個擦拭的過程當中 那個血腥的味道 一直是衝刺了我的鼻腔 我才了解原來鮮血 鮮血是那樣的 那樣的一個滋味 那樣的一個味道的 擦不完的鮮血 使得那個臉盆當我搬到 就是說當我拿到外面後院去倒的時候 你潑出去的 那個味道是血腥的味道還洋溢在後院的一個空氣當中 這就是死亡 第一位導師 第一位導師 他教導我 教導我的是無常 所謂的無常是從來不等你準備好 沒有過程而是突然 那叫無常 那當天晚上 在那一個平凡的家 其實故事的標題就是 晚年上子我的阿嬤 中年上父我的媽媽 五個小孩上父就是我們 那這種無常大概也讓我看到了另外一個事實 就是成人世界的無能 因為最後我的父親也就過世了 也就過世了 任何的一個哀嚎 任何的一個意見 都沒有辦法阻止他的離去 而第二天 所有原來準備要祭拜的中原普渡的 本來是喜慶的這個貢品 通通變成祭品 從紅色變成白色 我必須要分享的一點是 當一個家庭被這個巨大的變故所住的時候 那是你無從選擇的 是一種很可怕的沉默 在那樣的沉默當中 孩子 五個孩子 即使你喊肚子餓都是罪惡的 你呼吸本身就是一個罪惡的 因為那樣巨大的困難突然降臨 而我也看到了我的阿嬤跟我的媽媽 他們必須帶著我們在這樣的一個困沌當中 去掙扎 去掙扎 屬於我的掙扎是什麼 死亡的陰影的糾纏 我們鄉下 就是當我去 那是我國二的時候 我每天必須要騎腳踏車到學校去上學 圖中會經歷一個平礁道 沒有柵欄的平礁道 所以我們必須要靠目測 好幾次 好幾次 我很坦誠的告訴各位 好幾次 我目測的火車靠近了 我也知道最好的 最好的一個時間點 是可以計算的 我也知道 好幾次有一個念頭 有一個念頭驅使我向前去 但是我終於沒有向前去 因為我的阿嬤跟我的媽媽的無辜 無辜的臉 他們的哀傷 跟我的弟弟妹妹們那樣無辜的眼神 使我轉變了 轉變了一點的刻度 而人生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知道直直的 迎上前去會發生的事情 而如果你願意 你只要往左或往右 偏移了一點的刻度 整個方向也就不一樣了 就不一樣了 在那一段時間當中 除了無常 除了這樣的一個陰影的糾纏 我想更重要是一種被拒絕 被拒絕 因為我們要待笑 待笑於是就有那個白色的棉線的一朵花 走到哪裡被拒絕到哪裡 因為你就是厄運的化身 你就是一個哨把心 你就是一個有可能帶來 衰運的人 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像 像完全你無法逆轉的 一種別人的眼光當中的一種恐懼 所以在那個時間當中 我的祖母每天都是哀哭的 除了必須要做的家事之外 他只要又有空閒 他就是在客廳 我的父親的臨堂前面 蹲在那裡 拿著一條毛巾 就放聲嚎啕打哭 那我們每天就是在這樣的哀哭當中 去度過每一天的 那個時候我是國二 國二功課已經開始繁重了 在哀哭跟學業當中 每一天都必須奮鬥 你只有選擇結束 要不然你就必須等待黎明 而黑暗是未誕生的黎明 後來我很喜歡這句話 除非你選擇讓黑暗完全的吞沒你 要不然你沒有別無選擇 你只能把黑暗變成黎明 15歲 第二位導師出現了 他是我是誰 那個時候應該是在國三的 如果依照我當時的家庭環境 以及我在我的弟妹當中的排序 這樣的長女 我應該是要留在這一個小農村當中 然後在念了國中畢業之後 其實也不要想要升高中 應該快速的去成衣場 或者去哪一個工作的場合 去幫忙家計 如果當時有這樣子人念頭 做這樣的選擇 也是有極大的可能的 但是很奇怪的是 很奇怪的是 我當時設想的 不是這樣的一個選擇 我一直渴望知道外面世界的樣子 我還記得當我父親過世的時候 在那種繁複的民間的道士的一個 有個傷葬儀式當中 我們做子女的要不斷的 不斷的依照道士的指示 未敗哭泣 接近了歇斯底里的邊緣 那我記得在那種眼淚已經枯乾的一個情況之下 跪在那裡 道士念著 送著經 我跪在那裡 突然有一個念頭 一個很奇怪的聲音浮現腦海 那個聲音告訴我說 有一天我會寫出來 好奇怪 那一個聲音這樣子的來告訴了我自己 而那個時候其實我完全沒有發覺 自己有寫作方面的興趣跟天分沒有的 也許那個在極致的情況之下 出現的聲音是很特殊的 很特殊的一種存在 開始想要跟你連結 或者是給你的一個暗示 所以等到我15歲的時候 國三面對考高中 我應該跟我大部門的同學一樣 就留在羅東 留在宜蘭考高中上高中就好了 可是我忽發奇想 我覺得我必須要找尋一個機會 離開這個地方 我知道我不離開 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樣子 但這個人生不是我要的 不是我要的 我雖然不知道我要什麼 但是我很清楚知道什麼是我不要的 這個人生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就告訴我的老師說 老師 我要到台北去考高中 我的老師嚇了一大跳 因為我的老師從來沒有想過 有一天這個鄉下的國中生 會有一個孩子提出這樣子的要求 我老師很好 我一路上就碰到很好的老師 他幫我去 他說好 我幫你去打聽一下 台北的高中怎麼考 那個時候就有北區的連招 然後他終於弄到了很多的報名表相關的資料 我記得有下課的時候 老師叫我到辦公室一面抽煙 以前的老師都是一面抽煙 一面喝茶的 然後翻開他 可能他的朋友寄給他的那一點報名表 或者是說明了 他要告訴我 這個台北的高中有哪些高中 他排到北一女 排到北二女 中三女中 往下他排不下去了 因為那個時候他女生有女校 男生有男校 顯然他也摸不清楚 後來他說沒關係啦 你考幾分那個就會幫你分配 也好 我們那個時候基本上一切都是 看你的分數 一切讓電腦來決定 好 就這樣子 我就來台北考高中了 城鄉的差距讓我考上了 我們當時公立學校 應該是吊車尾的那一所學校 復興高中在大豚山上 那是我人生的很重要的一個轉類 很重要的轉類 所以我一個人就離開了 這個我的家鄉 南洋平原 我永遠記得 當我告訴 我的已經報名 都已經報名了之後 我回家才告訴我的祖母 跟我的媽媽 說我要 我要去台北考中 我要到台北念高中 他們嚇了一大跳 我這一輩子所做的任何決定 都是單獨完成的 從來沒有跟家人商量過 我的家人都是扮演著被告知的角色 那也因為我從小就是 被我父親訓練成要絕對的負責 所以超前部署對我來講是稀鬆平常的 那我同時也是告知我在台北的姑媽 我也沒有跟他們商量 我只告知他們說 我要來台北考古中 我考古中考到我要來住你們家 予以告知 這樣的做法真的很像大 也很像雞仔會做的做法 沒有商量的餘地就是告知 那選擇了就是負責 人生很簡單 一切都是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你一概承擔沒有第二句話 所以下界的苦我既然選擇了 我有入世的膽量 你敢來這個世界上做人 下界的苦要一概承擔 這是一種氣魄 雖然身為嬌小的女子 我也有我的雄心的壯志 所以告訴他們 我要來台北考高中 考上了這一所高中 這所高中是在大屯三層 大屯三下 是在新北頭 那完全是超乎我所有的地理的認知 包括我住在台北的姑媽 也不知道有這一所高中 果然是依照電腦安排的 我就上了這一所高中 可是這是我人生當中 太美好的一次轉類 如果我沒有離鄉背景 到這一所學校 大概我走的又是不一樣的路 我們那一所高中 其實在排名當中 在整個升學歷的排名當中 毋庸置疑 是被忽視的 甚至是被侵蝕的 那因為我們學校是在大屯三上 所以還滿高的 所以要爬坡 爬那個好岸坡 所以我們曾經幽默的說 自己是高中屆台北的最高學府 因為我們學校是很高 但是對我來講 他真的是我心目當中的第一志願 在這所學校裡面 我遇到非常棒非常棒的老師 太棒了 這些老師給我的鼓勵 寫作上面的鼓勵 永遠永遠的 在我的內心留下了 非常非常溫暖的回憶 我的國文老師 高中的國文老師 要我們寫作文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那個時代寫的作文 只要是老師在黑板上寫 一點一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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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個口 論 炎字旁出來就知道要論了 論忠勇為愛國之本 論什麼什麼的失敗為成功之本 論保密防蝶之責任 那怎麼寫呢 第一個 我國家的機密也沒有交給我 北蝶長得什麼樣子也不知道 就要我們論保密防蝶之重要 等等 但是我們那個年代的 在這樣的一個教育的體制之下 或國文或作文的要求之下 我們也都活得很精彩 活得很精彩 我們都知道那個起承轉合 怎麼樣寫出一篇 對老師來講不會太困難給分的作文 那大家也都就這樣過來了 而且我們那時候是要用毛筆的 要用小凱的 要用小凱寫作文的 突然有一天我的老師出了一個 完全跟這一些 這些黨國思維或這一些論述文 無關的一個題目 那那個題目真的是可以讓我去寫出 寫出我心目當中真實的情感 那我的老師在下一堂課發作文的時候 特別的特別的提到了我這一篇作文 而且當場唸出了這篇作文 你知道那對我一個高中生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非常大的一個鼓舞 那也因為在他的鼓舞之下 我開始做了不切實際的夢 你要知道 只要給我一點點黃金的種子 我真的可以立刻的把它 孵化成一個遠大的夢想 我真的以為我能寫 我能寫 所以開始 我好像跟文字之間產生了一個 一個說不出來的親密的連結 我們知道文學當中很重要有兩個元素 一個是傾訴 一個是聆聽 一個是聆聽 我們之所以喜歡閱讀文學作品 好像在裡面當中 不管它是小說或閃文或者詩 有一個聲音 有一個傾訴的聲音是 我們自然而然會 會自己衍生出來而去負荷它 去依隨它的那個傾訴的聲音 所以我們看著別人的經歷 可是因為我生出了傾訴的意願 所以好像那個經歷變成我 這兩者合一了 很奇特的一種內在的情感的活動 而聆聽 聆聽 我們喜歡聽故事 我們也喜歡聽別人的經驗 透過這樣的一個聆聽的過程 好像也就是說也刺激了 或者是說引動了我們的那種傾訴的欲望 這兩者是二而合一的 那從那樣一個鄉下帶著離鄉背景 到這一所高中來 其實在我的中學生活來講 是比較苦悶的 而在這種苦悶當中 恰恰好就是文學的種子 最肥沃的土壤 他發芽最肥沃的土壤 在我們的人生的順境當中 各種喜悅匯集的時候 其實這樣的成長的過程 除非是天眾英明 否則比較難親近到文學裡面去 因為文學很重要的一個源起 是直接要直達你的內心 那像高鐵一樣 直達你的內心的 如果你當時的內心是沒有東西的 是乾淨的 是沒有任何的人世間的一種傷痕的 那麼文學好像比較不容易跟你產生變化 但如果那個時候你的內在 是充滿了很多的疑問困惑挫敗的 甚至是絕望的 文學的力量就容易在這當中滋生 而滋生之後 他會導引你到 這一個面向裡面來 我很幸運 我在中學的時候被導引了 追尋 第二個導師教我追尋 追尋就要像洪水淹過你的靈魂一樣 你全心全意的我要追尋 讓天賦自由 這個是第二個導師教我的 那大屯山我的搖籃 生命的轉彎處我遇見的文學 就像印度的一位女詩人耐都夫人講的 她的原文是說以歌的悲哀 來征服生命的悲哀 有的人把它改成以詩的悲哀 來征服生命的悲哀 我想這是我的高中時期 很重要的第二個導師教會我的一個課程 所以到高三的時候 我們又再一次要碰到 分數的大考的問題大學年考 我們那個時代的大學年考真的是窄門 不像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是很寬的門 那要去考通過這個窄門 對我來講我也知道我有一個方向 我要朝能夠親近文學的那個方向走 這是我高中的時候的樣子 在這裡讓我容我岔開來 我要講一個孤鳥少年 這個孤鳥少年 我很喜歡看 有些真的是大師級的學思歷程 那有一次我在看到 關於唐君利先生的一個學思歷程的時候 他自己寫的 寫到他的少年時期 他原話是這樣 他說我在中學中 被人取上了神經病與瘋兒的魂名 我之性情變成非常不僻 他下一段話又講 我越是自己讀書 自己瞎想 越與人隔絕 以致弄出病來 他並沒有提到弄出了什麼病來 但是清清淺淺的這兩段文字 似乎也幫我們描 匯出少年時期的 中學時期的唐君毅先生 大師也有少年時期 大師也有困惑混沌 混沌的時候 也有像個孤鳥一樣 在人群當中沉默的時刻 但是如果 如果這一個孤鳥少年 他就選擇 選擇了孤僻 選擇在弄出病來之後 把自己封鎖起來 我想以後我們也沒有所謂 思想界的巨人 哲學大師唐君毅先生 後來的人描述他一生的一個著作 說他是一生著作 傲眼浩瀚 遲物八極 這個是登峰造極的一個戰語 所以我看到這些大師的學師歷程的時候 他們的一個求學或者人生經驗的時候 我特別會有感觸 鍛鍊 人生是鍛鍊出來的 人生絕對不是溫室裡面培養出來的 你越是在荒郊野外 在瘋狂宇宙當中鍛鍊出來 你越是能夠找到一個豐饒的一個生命 19歲我遇見了第三位導師 這是破滅 19歲的時候已經進到台大了 我剛講這一所大學是很容易讓人撞牆的大學 每個人撞的牆不一樣 但是在這個地方 我撞了不只一次的牆 實際的情況當然不好意思講 但是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挫敗 可是我也必須講 我也必須講 我非常感謝台大 也因為在台大 我清清楚楚的找到了自己的軌道 大一的時候我進的是哲學系 後來大二我轉到了中文系 轉到中文系 我必須岔出來講 就是說在哲學系一年級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發覺自己非常喜歡寫作 所以我撬了不少課 這絕對是不鼓勵的 不鼓勵在座的學弟學妹 因為我現在不是19歲 所以我要義正此言的 告訴你們不要翹課 翹課不是一個傑出青年應有的作為 該翹的時候還是要翹 但是你必須要懂得補償 要懂得補償 也因為常常翹課去總圖寫文章 宿舍太吵了 去總圖寫文章 我們那個時候都是手寫的 草稿打了一遍又一遍 你想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大一的成績單不會是太好看的 那要轉系 我想轉到中文系 中文系是我夢寐以求的 因為我考試的時候就是第一志願就想要進中文系 但是這樣講對我的哲學系的母系 不大好意思 但是我在大一的時候 哲學系其實是也給我很重要的一個點撥 所以要進中文系必須要看國文跟英文 那國文應該是差強人意 英文當然是極差 差 然後逗點 實在是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的標準 我的分數 離那個標準應該是差兩分 應該差兩分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在座的各位是系主任 這個 你收了那麼多的轉系的申請 其實不用看 巔峰山一吹就知道 這個信檢的這一個哲學系一年級的女生 這個申請 基本上直接就丟到垃圾桶就好了 因為差兩分 你要知道你現在人是在台大 是一個很容易撞牆的地方 真的是隨時隨地看到的就是神級的人物 你那些同學你真不知道他是 他可以不吃 可以不喝 可以不睡的 他為什麼成績能夠那麼好 那永遠坐在第一排 那永遠得書卷獎 聽一下怎麼會允許讓這種人還活著 但是就到處就是這種人 那你怎麼辦 我差兩分 我已經很盡力了 於是這個時候我的貴人出現了 我的貴人就是我這輩子很好的朋友 叫李慧綿教授 他是在中文系的李慧綿老師 當時來講 我們倆在大學的時候就認識 我們認識當然有一段其他的 有一段插曲 這個插曲簡單地講 我大一的時候我住宿舍 我住女一 那他住女舞宿舍 那很奇怪 我們中文系大部分的都被安排住女舞 就我一個中文 就我一個 哲學系大部分被安排住女舞 就我一個哲學系被安排住女一 你要知道當時女一是比較新的書 而且大部分的喬生是住女一的 像外文系 歷史系 其他系是有住女一的 就我一個哲學系 那我功課不好 那我們哲學系那個書卷講的 是住女舞的 而且是住女舞106 那因此 女舞106就等於是媽祖廟 你知道嗎 考試前那個地方就是我的媽祖廟 我應該要去膜拜一下 膜拜什麼呢 要借筆記 要借筆記影印 結果每次筆記都會被借走 因為你知道媽祖廟香火鼎盛 那我們住女舞106的那個媽祖 那個媽祖婆的筆記 已經很早就被借去影印了 那來了就來了 那我就住在女舞106裡面 有一個叫做李慧綿 重度身體殘障 那因為他重度 他組了兩個拐杖又穿的背架 那我們當時女舞 當時那個女舞的寢室幾五人道 幾不人道 一個寢室住八個人 現在叫你們一個寢室去住八個人 你絕對造反 可是我們當時來講也就乖乖的 覺得有一塌安穩 我們就很感激涕淋了 即便是女衣也是六個人一間的 你想女生 女生你叫她六個人住一間 八個人住一間 這個是這種生活上面 這是很難想像 好 那李慧綿 因為他的身體的緣故 所以他就會坐在 最裡面還是最外面 當然是最外面 那你想小小的寢室住八個人 最外面靠大門靠門的 這一張桌子 幾乎已經快到走廊了 所以他是很好的顧問 所謂顧問就是顧門口 很好的顧門口 我每次去他就在那裡 然後我就問他說某某某 我們哲學系某某某在不在 他剛開始沒什麼好臉色 因為他是很用功的 因為他讀書 怎麼來那麼多哲學系的人 要問某某某在不在 他不生其擾 不生其反 因為都是來借筆記的 所以他像個警衛一樣 就是垮著臉說不在 什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 那他晚上會不會回來 不知道 本來 漸漸漸漸漸的 因為知道他也是中文系的 所以我們就比較 比較他也喜歡寫文章 那我們就會談一些 跟文學相關的事情 漸漸的我去女5106 也就不是找哲學系的媽祖婆了 我就找中文系的李慧綿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兩個言談有味 我們講的話彼此聽得懂 別人可能聽不大懂 我們的友情 我們的革命感情 就在那邊漸漸的建立起來 那當然我跟我們年輕時候 跟慧綿老師 我們的交談當中 大概大部分的都跟 他是很用功的 非常用功的 所以這對我也有一些刺激作用 那他的一個成長的歷程 那個比我更坎坷了 那個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在我內心當中也會覺得 他跟我是同是天涯淪落人 同是天涯淪落人 我要講的就是 後來我想轉中文系 但是我就甚為苦惱 甚為苦惱 慧綿老師是一個非常熱情的人 他真的是會很快的 會在這個下一秒鐘 把你的事情變成他的事情的一個人 那有一天我就告訴他說 我想轉中文系 可是諸如此類 諸如此類 那他就說 那個簡珍 我那個時候大概就是 他們叫我簡敏珍 但是我在發表文章 就開始叫我簡珍了 所以他叫我簡珍 你不是有一些 這個寫了一些作品嗎 他就自己就願意說 幫我把這些作品 拿去給柯慶明老師看 因為他上柯慶明老師的課 那我說柯老師是誰 柯老師是誰 我根本不知道 然後他意思是說 他幫我把作品拿給柯老師看 然後看柯老師能不能給點建議 就是如此類的 我是一個極度沒用的人 照說這種情況之下 我應該公公盡盡的寫一封信 然後我應該要親自的 送上我的作品去請柯老師 幫我看一下 指點一下 結果也沒有 我就交給了李慧綿 但是這一個 為什麼會他想要交給柯老師呢 很重要就是說 大一的時候 台大第一屆文學獎開班 第一屆文學獎開班 我寫了一篇文章去參賽 去參賽 而很幸運的 這篇文章得了散文族的第二名 必須強調第一名是寵缺的 那當時的這個評審 就是齊邦遠老師跟柯慶明老師 那所以惠美老師幫我把 這個我的作品交給柯老師 柯老師把這個作品 帶到了當時系主任 葉齊平主任的桌上 那據說當時他們做了一個小小的討論 跟李慧綿老師跟柯慶明老師 還有葉齊平主任 他說這個哲學系一年級的女生 想轉到我們中文系來 那分數還差兩分 但是他是喜歡寫作的 作品在此可知證明 那要他還是不要他 這個時候就看出中文系的偉大 那他就說 柯老師就說 看他寫的這一疊作品 抵得過兩分的 抵得過兩分 好吧 就讓他來吧 所以我就很開心的 在某一年的 在那一年的暑假 白天打工回來的時候 回到宿舍 我們那時候宿舍 暑假還可以住的 就收到葉主任寄來的一封信 他說歡迎我 歡迎我 成為就是進入到中文系的這個大家庭 那真的是 真的只能用感激替名四個字 來形容那一天晚上 你要知道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成長過程的一個孩子 這樣的一個學生 一路上是覺得自己是被遺棄的人 被遺忘被遺棄的人 突然在那一天 收到了一個系主任 夢寐以求的一個中文系的系主任 那個時候我連中文系系主任是誰 我都不知道 真的是一塌糊塗 寄來的信告訴你說 孩子我們歡迎你加入中文系的大家庭 你真的是感激替名 感激替名 而當下就立下決心說 好 我一定要為中文系爭光 一個大一的學生 這是第一屆台大文學獎 這是幾年前我回來的時候 來 我覺得這一張名單 可以稍微停留一下 我們看到在小說組當中 首獎是一個王立傑 二獎證人會 第三名陳慧婉 佳作有一個人叫郭正亮 那我本來以為 這個人會不會是 不是我們所知道的那個郭正亮 後來我一Google 好像他跟我是童年次的 所以有可能他真的是 當時也是參加了第一屆台大文學獎 那很幸運他沒有繼續留下來 好 在散文的部分 證明首獎果然是從缺 那我是第二名 第三名阮秀麗 後來我知道他成為學術界 好像是在中興大學教書 好像也是繼續寫作的 第三名叫蔡詩品 他曾經是我手下敗將過 但是聽聽了能語 這是余光宗老師的詩 佳作有兩個人 這兩個人好厲害 一個叫葉乃商 後來我好像覺得他應該是在 加州理工大學裡面任教 好厲害好厲害的一個物理學者 另外一個佳作叫鄭美玲 我一查曾經當過這個 某一家銀行的總裁的 所以我忽然覺得 把歷屆以來 這一些台大文學獎的得獎者的名單 擺出來的話 也許當中我們會發現一些 很有趣很有趣的一些跡象 一些軌跡 或者也說明的 不管離開這個大學之後 每一個人的軌道往哪裡走 但是曾經在台大文學獎 這樣的一個舞台上 一個競技場上了 我們留下了一些痕跡 那是一個蠻美好的 蠻美好好的回憶 所以到了大二的時候 我轉入中文系了 我剛剛不是講嗎 我收到那個葉主任的信的時候 就覺得說好 我要為中文系爭光 爭光的機會來了 所以在大二的時候 我去參加的第一屆全國學生文學獎 我就得到了 僥幸得到了大專閃文組的第一名 我必須要講 我很感謝中文系 因為在中文系我遇見了大師 遇見了大師 不只是我們中文系的老師 在課堂上對我們的一個提點 對我們的一個教導 而通過了古典文學 一個一個的大師擺在我的前面 一個一個的大師 用他們的作品 好像手把手的來教導我 對一個對文學有想像 曾經嚮往 或者是說立下的志願 要朝這一條路去行走的一個學生來講 再也沒有比這四年當中 或者說這三年 我轉入中文系 這三年更重要的一個經驗了 這是那個時候住宿舍 每天早上我去晨跑帶了一本書 跑完之後就到綴月湖去成都 那是很美好的一個回憶 這是台大中文系 我永遠的夢圖 有 這是有一次的一個 好像中文系裡面的一個比賽吧 那系主任還有林文岳老師 跟我們的合影 畢業之後 當然就踏入人生的一個深水區了 我必須講 當我畢業那一年 確實在這台大四年當中 我畢業的時候 其實就帶著18到20萬字左右的文稿 踏出這個校門了 我常常講機遇 機運或者是機遇 機遇就是銅牆鐵壁裂了一條縫 本來是裂的縫你過不去的 本來是銅牆鐵壁你過不去的 但是它裂了正好正好裂了一條縫 這條縫也許是地震造成的 也許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但是我要講的是 就算是銅牆鐵壁裂了一條縫 然後正好你也得站在它面前 你才看得到那條縫 而你為什麼能夠站在它面前 因為你追尋過 因為你準備好了 那條縫你就看到 你就能通過 所以那個18到20萬字的文稿 隨著我的畢業證書踏出這個校門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但是在畢業之後 踏入人生的孫水區 其實是那種苦悶跟壓力 是持續不斷地在身上產生的 壓在身上的 尤其是那種車禍對車禍的一種恐懼 我的父親是車禍帶走的 接著我們家 我母親也發生重大車禍 接著我的大弟弟也發生重大車禍 接著我的小弟弟也發生重大車禍 有一陣子我真的覺得是好害怕看到車 所以我這一生到現在不會開車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害怕車 那當這一種折磨或這種壓力 累積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真的會覺得 讓我覺得說那是怎麼樣 那下一個是不是輪到我了 那有這樣子的一種恐懼在 後來畢業之後我有機會到了佛光山 雖然只待了四個月 但是那個四個月對我來講是非常重要 他給了我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 而在這個機會當中 其實產生了我的第二波的貴人 什麼叫做第二波的貴人 因為在佛光山那四個月 我得到師父們非常非常溫暖的 而且熱誠的一個對待 所以我要離開這 本來他們詢問我有沒有意願繼續留下來 因為佛光山的系統也有非常多的文教的工作 但是我當時認為我應該要去歷練 我應該要出世 要歷練 而不是現在就停留在這樣的一個 親近的一個環境當中 我一直覺得人生或者是說文學應該要在 不斷的歷練當中去貼近人群的 所以我們並沒有答應留下來 但是我心裡對佛光山這四個月 他們對我的一個對待我充滿感激 所以我寫了好幾篇稿子 在離開之前我交給一個師父 這個師父是在編他們的浦門雜誌的 我交給他 我說這些稿子是我的心意 請師父們你看看能登就登 不能登直接丟掉不需要還我 那也不需要告知 沒有想到他們看了這個稿子之後 他們就登了 一起一起一起的登 而這當中我並不知道 我並不知道 因為我就已經回到紅塵中人了 那開始在廣告公司裡面過著 真的是菜鳥的生活的 所謂在職場上的菜鳥的意思就是說 你必須要最早上班最晚下班的 也每天都在加班狀態 所以我並不知道在山上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直到有一天 我發覺聯合報的副刊居然登出我的文章來 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師父們登了我的文章 把登了我的文章的蒲門雜誌 有一天 他們到聯合報系要去拜訪聯合報復刊 他就帶著這一群 這個好幾本雜誌送給了亞璇先生 而亞璇先生就讓他的編輯們 這編輯們有包括趙衛銘 有包括陳一枝等等等等 他看了這個蒲門雜誌 當中就看到我的文章 他詢問他們說 這個女生寫的文章好像不大一樣 他詢問他們是不是可以刊登 他們認為是可以刊登 所以給了我一個機會 好奇怪的一個門 人居然為我而開 所以在聯合報復刊就登出來的我的文章 而得到了一些回想 滿正面的回想 你要知道在我當年 聯合報的復刊跟中國時報的復刊 人間復刊 是兩個你不容易貢獻的 的崇高的一個城堡的 那是你一個 一個默默無名的一個文壇的 不管是年輕人或者是 你不容易去貢獻 因為他們的稿子即使 我後來知道即使沒有任何的投稿 他們的存稿其實都夠登一年的 所以一個機運 為我開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大門 使得我輕而易舉的 好像登上了所謂的文壇的階梯 而這一個階梯對我的信心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好 這就是後來我就到了聯合文學雜誌 創刊當編輯 那麼24歲的時候 我是1983年民國72年畢業的 那在民國74年1985年 我就出版了第一本書水問 投訴在一個名叫文學的地方 第二度誕生 第二度誕生 我已經不是前面你所知道的那個我 火已飛我了 那船是背叛案的 那意思是在追尋的路途當中 你的腳步是不能停歇的 所以到了在24歲到34歲 這10年當中 是我的主要的職場上面的一個經歷 不管是出版或者是創業 可是到了1995年 第三度我必須做一個選擇 那一年當然我結婚也生了孩子 在婚姻跟孩子職場跟寫作之間 我必須做一個選擇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我沒有辦法兼顧 我既然選擇了婚姻 我也選擇了把孩子生下來 我不可能不去照顧他 可是在職場上我也知道 我應該繼續往下走 我可以到達相當的一個位階 或者是有一些展現的機會 但是在職場上 在出版界的時候 我是備受掙扎的 那我備受掙扎 不知道你們能不能體會 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編輯 當我看到很差的作品的時候 我會心聲怨對 為什麼 這麼差的作品要動用我來服務你 這不是一個編輯應該有的正常心態 我必須想這是一個不正常的心態 可是我當時是面對的這樣的一個困難 當我做編輯 編輯台上 我必須要服務的作家的作品 不夠嚴謹或不夠精彩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把我的青春浪費在 不值得我浪費的人跟作品身上 可是當我 當我服務到 當我遇到非常好的作品 這個作家寫出的極為精彩的作品的時候 我的心中會虛 心裡非常的虛 好像有一個聲音 有一個嚴厲的聲音在質問我說 你看看人家寫出了他的作品 那你的呢 你的作品在哪裡 我想這是創作的人或做學術研究的人的宿命 就是我們心裡一定會有一個 有一隻鞭子在那邊等著 這隻鞭子什麼時候來鞭打你自己不知道 可是當你被自己心裡的這一根鞭子鞭打的時候 那個滋味極為難受 所以到這個時刻我必須做一個選擇 這個選擇最後當然證明了 我選擇寫作 我選擇成為一個專業的作家 那麼外界的或出版界的種種的 也許我可以有一些財富 有一些能力 但是這一些我都必須要放棄的 人生真的是一種選擇的累積 所以我說文學是什麼 文學就是一種體驗 尋覓 累積 體戀 結晶而書寫的 是一場繁複漫長的 規律的綜合活動 是心智的華麗的冒險 那誰需要文學 文學的位置在哪裡 請容我用我自己的一個想像 設想建構人生的幾個區塊 當然一個區塊是身體 沒了身體什麼都不用往下想 第二個是精神 我稱它為是心靈的版圖 而它包括了文學藝術 音樂 戲劇 電影 這個心靈版圖很重要是 它決定了我們的修養 我們的視野 境界 思想跟品味 它也是創造力跟續航力的一個來源 第三個是宗教 這個區塊不用解釋 第四個家庭也不用解釋 第五個人際 所有非學員的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都可以歸納到這個區塊來 再來是職業 你的在事業 你的社會上的職能是什麼 扮演什麼樣子的一個工作的角色 再來是你的志業 也就是說你想去奉獻的地方 我認為是有這幾個區塊的 而文學恰恰好就是在精神領域 在我們心靈版圖的那個區塊 當然你不可以說我不需要身體 當然你要鍛鍊你的身體 鍛鍊你的身體也有一些要求跟程序的 你不可以忽略它 當然你可以說我不重視精神 我不要心靈版圖 可以的 它不會帶來致命的 你如果不照顧身體會帶來致命的危險 你不照顧你的心靈版圖 你忽略了你精神上面的需求 會不會帶來致命的危險 不會的 你還是可以吃得很好 睡得很好 你還是可以很快樂的 但是容我提醒你很有可能 關於修養關於事業關於境界思想 關於你的創造力 這個部分會萎縮 或者是會蒼白 你要拿一種版本 像在這個版本當中 身體極度的渺小 也就是不照顧身體 當你身體沒有的 其實往下也就沒有了 這個版本 宗教被凸顯出來 他的社會職能 他的職業跟志業也被凸顯出來 這樣的版本是適合神職人員的 神職人員的版本 這是我認為黃金比例的人生版本 什麼都有 那這個版本身體很小 精神是蒼白的 宗教沒有 原生家庭的關係是事有事無的 人際沒有的 完全是蒼白化 只有社會職能職業上 就是工作工作工作 那這種人是機器人 這是機器人的版本 他也是過勞死的版本 我不希望你們選擇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也許還好 這還好 這是三十四歲以前我的比例 我的版本 當然我來自於家庭跟人際 跟志業方面 尤其是家庭方面的資源 其實是沒有的 但是後來當然這個版本就修訂了 寫作的人是什麼樣的人 我的時間不多了 寫作的人是尋找意義的人 是孤獨者 每次講到孤獨者 我就想起這個柳宗元那一首詩 千山鳥飛絕 萬盡人中滅 孤舟梭梨翁 獨吊漢江雪 絕滅孤獨 但是很重要的 在這一首極度的孤獨的當中 他有一個吊的動作 獨吊漢江雪 因為吊的作為就使得這一個 極度的滅絕 孤絕當中出現了一勾的希望 那也許對我們寫作的人來講 我們就是那個勾 在這個世界極度的孤絕當中 我們就是要吊出漢江雪來 也是一個追夢者 也是一個斷常人 當然更是一個頓悟者 我們在文學當中 我們也行密了知音 更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透過了文學的作為作品 去穿梭時空 能夠打破時空的一個限制 這是我認為寫作者的天職 卡爾維諾的那句話 我們之所以書寫是為了讓 未背書寫的世界透過我們得以表達 得以表達 我尤其喜歡周孟諜先生的 《積予的日子》那一首詩當中的其中一句 他說我是你的 我帶著我的生生世世來為你遮遇 我用他來指出 其實作為一個作家跟讀者之間 有一個承諾的關係 有一個承諾的關係 我是寫閃文的人 我對於閃文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閃文是作者的人格特質 情感屬性 人生歷練 知性的儲備 思想氣象 品德修養 精神境界 融住於一如 藉書寫而展現的一門藝術 閃文中有一個關於理想我的追求 那時間的關係我就不細講 那37年來 好可怕一轉眼37年 對我來講是長途跋涉獨自一人的 那在這樣的一個 寫作的一個軌道上面 其實是寂靜無聲的 寂寞是我們最忠實的朋友 那至於就是說 如何策劃一本書 我想人生是閃文之母 從生活的經驗跟社會的現象當中 去尋找題材 那這個過程是寂寞的 這個過程也必須要用嚴厲的 自我的紀律去完成 最後要快速的遺忘 因為我們不斷的必須要往前走 不遺忘的話 不遺忘的話 你會一直停留在那一個狀態當中 而不能夠繼續的往前走 所以寂寞紀律完成遺忘 這是日復一日 這是我們的宿命 我們的宿命 這是我所說的一張 稍閒蒼白的履歷 這是我自己簡單的去描述一下 我所寫的這一些題材 那出版的幾本實在是不怎麼樣的書 那大概就是也去了一些地方跟年輕的朋友 去做一些交流 那往下我想我就不一一的去說明 關於我自己的作品的一些情況 但是我用快速的也許秀出來 也許說明 這是有一年我到這個福 到漳州 我的祖先所來自的地方 去尋覓 去尋根 那所寫的一本書叫天涯海角 那很重要就是說在天涯海角這一邊 一共八篇 八篇全部又帶著水字旁 浪子當然是我父系 父系的一個追求 浮雲是母系的一個追求 昭露 特別是講昭露去寫了1895年的 這一些抗日英雄 昭露一篇寫了四萬字 這很奇怪的 就是一本書當中去在這一篇寫了那麼多 那我想這是我自己的一個史觀 我自己怎麼樣來看待台灣的歷史 看待發生在我自身身上的一個故事 那這是我的家 那當然我們後來已經搬離宜蘭的老家了 那這是我們搬離開之後 這個屋子沒有人住 那很快也就長滿了青苔 很荒涼 但是門前的香蕉樹 我們每年都還可以從那邊收割一些香蕉 帶回台北來 到了1990年代就已經是殘破不堪了 原來的鄰居也都搬走了 2018年終於土地出售了 土地出售賣給建商去蓋 去蓋漂亮的房子 我成長的地方 我出生的地方 最後現在變成別人的住址 那滄海商田 我就記得了我們自己的這一塊門牌 然後2018年 那個整個的舊房子被推倒的時候 我回去了一趟 就撿了一塊磚 上面寫是我的老處 老處的一塊磚 帶回我台北的家中 現在還放在我家的客廳 有時候我不免也會看著這一塊磚 心裡百般的翻騰 覺得我是已經是一個沒有老家的人 沒有老家的人 但是盜浪的呼喚 畢母的力量 還是在我的血液當中去奔騰的 永遠不忘了 我關於女性的作品有兩本 但是我想我今天就不講了 就不講了 跟教育相關 我寫了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 然後我也寫跟飲食相關的吃朋友 吃朋友不是把朋友給吃了 那個朋友的肉質極為粗糙 而是說我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感覺 我們社會上開始很熱烈的在討論飲食 那個電視節目 基本上一半教你做菜 一半教你減肥的 到處都開始在介紹 哪裡是排隊名店 哪裡又是什麼比賽的什麼 那你真的去吃 真的就覺得說 這些記者是餓多久了 連這種店都可以列入他們的推薦名店 那當然這個也就是社會現象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作家其實是對社會的變動 極為敏感的 他好像是一個探測針一樣的 極為敏感也不能講 就快篩計了 也可以講 作家是社會的快篩計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飲食吃到底是怎麼回事 除了我們的身體三餐需要吃之外 吃裡面有沒有隱藏的一些 跟人相關的 有的 有些人一定不吃這種菜 你的朋友當中甚至你自己 我絕對不碰哪一道菜 有的人他一定每到一個地方 每到那家店他就是要點那盤菜 這樣的執著 在背後一定是有他的人生故事的 所以我就藉由吃朋友 我設計了幾道的宴席 幾道的 就是說那樣的一個宴席 讓每一次宴席的時候 每一次聚餐的時候 就是有其中的一個朋友 來做主角 來講出他的人生故事 那接著講老年書寫 這本書我想停留久一點 誰在吟閃閃的地方等你 這是2013年的作品 那今年又重新去徵定版 出版他了 那為什麼2013年會出版這本書 這本書其實我寫了 將近三四年 所以其實是在2008年09年左右 我就觀察到 我們這個台灣社會好像不對了 因為我是專業遊民 我喜歡到處亂逛 我突然覺得是奇怪 以前在街道上看到的 都是推的娃娃車的 現在怎麼看到推輪椅的比較多了 有一次還頗為驚悚 我就覺得說在我前面 有一個長髮飄逸的女子 穿得還長得蠻高挑的 是一個年輕 他推的一個娃娃車 我當時心裡覺得蠻感動的 這麼漂亮一個背影的人 這樣的一個妙齡 這樣的一個女子 年輕女子 她願意身為一個母親推的娃娃車 真是感動 太感動了 突然娃娃車裡面就出現 旺旺的聲音 原來那個娃娃車裡面坐的是一條狗 我瞬間就破滅了 那個時候我觀察到 台灣已經快變成老人島了 那作家的本能就是用文字來戳一條繩索 要布生老病死這一條河 台灣的老化的時程 這個是很驚悚的 我們現在事實上已經是要進入到 要邁向超高齡的社會 也就是說20%的老年人口 就是說現在來講 現在來講就是 剛剛有講到一個 好 這個就是新生兒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到去年來講新生兒只有15萬 我記得我當媽媽那一年 台灣的新生兒是30萬 現在是15萬 福老比等到2039年 我78歲 如果我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應該是還在這個世界上呼吸著 我78歲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福老比是2比1了 現在應該是 之前2011年是7比1 7個人養一個老人 2039年的時候 兩個人養一個老人 所以那個時候我78歲 應該是老人的 毫無疑問是老人的 會變成一個讓人討厭的老人 好 這個是年齡的分布我就不講了 但是很重要記住兩個數字 一個數字是目前來講 在台灣50歲以上的人 50歲以上的人是有922萬 開玩笑 太恐怖了 那不算50歲 50歲的人 你說他把他算入老年 他會跟你翻臉絕交 所以我們就算60歲以上的人好了 那也有562萬 所以我覺得我已經是跨過60歲的門檻 所以我現在碰到年輕人了 我都心懷愧疚 非常愧疚 我覺得活著 我活著越來越是變成別人的負擔 這個不是太好的 好 我們另外看一個數字 全台灣不是毛小孩嗎 對不對 老人在這裡 毛孩在懷裡 嬰兒在哪裡 我們全台灣的全貓樹 全貓樹 不要說阿貓阿狗 這樣會得罪很多人 就毛小孩已經有295萬了 可是0到14歲的幼年人口只有289萬 這個是什麼的概念 這是個什麼樣的未來 這是個什麼樣的社會 交給你們吧 我已經無法解釋了 所以現在心臟科老人科人蠻為患 然後寵物醫院勝過小兒科 這是未來的趨勢 哪一個可愛 哪一個是你的選擇 這邊是一個娃娃 每一個生命都是帶著類似的祝福而來的 左邊那個就恕我不用這句話了 哪一個珍貴 右邊這個是我100歲的阿嬤 他已經呈仙了 所以有個笑話就是說 很多我們這個已經過得相當年齡了 過了60門檻了都會感慨 他們非常直白的就是說 人不如狗 人不如狗 哪一個珍貴 這本來是應該要花很多時間來跟各位去分享的 如何跟自親自愛告別 但是我想今天這個晚上我們就不要最後把它導引到悲傷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happy ending happy ending 所以這本來是一個器官捐贈 不是器官 大體捐贈的故事 我的故障的故事 但是我想我今天就不講了 我只用這樣的一個標題 以愛送別 以愛送別 因為活在這個世上我們追尋的 其實是愛 其實是愛 恨的力量絕對比愛強大 所以恨能夠帶來毀滅 但是愛不會帶來毀滅 因為恨毀滅需要極強大的力量 所以恨的力量比愛強大 可是愛的力量比恨綿長 所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後 你記得的是愛 但是恨忘了、淡了 這是人生的一個實況 至少這是我所體會的人生的實況 生與死之間存在的什麼 是醜陋的世間還是綿延的善念 是化不掉吞不下的憨恨 還是不理會時間而存在的永恆之愛呢 這樣的疑問也值得留給同學們去思考 好 我寫了一本跟愛情相關的 我只分享愛神射出的這四支劍 因為在座的各位 應該是有機會被這些劍射到的 第一支劍叫在錯的時間遇見錯的人 希望你不要選擇第一支劍 第二支劍是在錯的時間遇見對的人 第三支是在對的時間你遇見錯的人 第四支劍是在對的時間遇見對的人 我必須告訴各位四支劍我都遇過了 但我存活至今 所以不管愛神射到你背後的是哪支劍 以劍為次 如果他射在你背後的是前面三支劍 請你以劍為次 把那兩支劍就團成一個翅膀吧 以劍為次 用走的不行 你用飛的吧 好 這個是跟愛情相關的一個質問 那十種寂寞 我終於寫小說了 這是去年 那在今天我的分享也要進入到尾聲 回顧這一段路 當然有辛苦的路段 可是也有狂喜的時刻 我衷心感謝三位導師 帶領我找到我人生的意義 我因此擁有值得奮鬥的人生 很重要 這個人生值得我奮鬥 值得我用一生的光陰去為他奮鬥 當我們擁有一個不值得奮鬥的人生的時候 其實是內心是遺憾的 但是我想到了我現在的一個年紀跟階段 不管什麼時候 最後一位導師要帶領我離開這個世界 我想我都沒有遺憾 因為一個值得奮鬥的人生交到我手上 而我確實也為他奮鬥至今 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日子 是你誕生的那一天 以及你知道自己是誰的那一天 我誕生在南洋平原 我永遠感激 那是我的根底 可是我也永遠感激台大 感激中文系 他讓我知道自己是誰 自己是誰 我依然是一個學徒 依然是稿子上的馬拉松的跑者 獨自一人繼續趕路 直到我剛剛講的 遇到最後一個導師 我想當我遇到最後一個導師的時候 我會欣然的欣然的跟著他走 因為值得奮鬥的這一生 我已經奮鬥了 最後給困境中的你 迎接你的導師 如果我今天的分享有一點意義的話 那就是我最後的 跟同學們的一個心裡話 迎接你的導師 不管他是如何的面目真靈 去面對他 還有要尋找你的大師 尋找你的大師 讓洪水漫過你的靈魂 永遠抱著一顆追尋的心 我想你會找到值得奮鬥的人生 謝謝共同教育中心的邀請 那也謝謝同學們今晚的聆聽 很慚愧 我沒有太多的高深的東西可以分享 但是一點點走過的痕跡 也許可以作為當你碰到困境的時候的 一點參考 祝福大家 謝謝 非常精彩的演講 我很少也給你兩聲都聽到我了 那接下來是我們交流的時間 我們大約還有七八分鐘 那個提問的同學或是老師 請先identify 就是您是哪一個系所的老師或的同學 有沒有 欸 這個先生先 這個 戴帽子在這裡 我好 好 那監 監老師 謝謝 老師您好 叫我學姐就可以了 學姐 我是一個CGE的同學 然後好奇的是 剛剛有一段說身體很重要 然後精神這一方面 比起身體 可能可以稍微呼吸一下 但是像我平常就很喜歡發一些 自己心情的內容 有時候我覺得不發這些 我就會很難受很痛苦 那對於這個你怎麼看 是你覺得這樣是這樣子的嗎 我怎麼看你喜歡發一些 心情的一個文章嗎 應該說我覺得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亞於身體 因為我們如果發這些 的確就是會覺得非常匱乏 非常痛苦 是這樣子 老師您也是這樣覺得 我想基本上我會贊成的 就是說當你去抒發 抒發你內心的某一些情感或感受 或者是發表你對某一些事情 某一些現象的看法 這都是值得正向去鼓勵的 那 但是我特別要強調的 就是說在精神方面 或者說心靈版圖上面的一種耕耘 那可能是必須去透過一個更高強度的 學習跟閱讀 那個更高強度的學習跟閱讀 意思是 你必須有高於你 能力高過於你的人 你去學習他 你去閱讀他 這一些 我想我們很幸運的就是說 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這一些大師級的作品 那我想透過這些作品的閱讀 有時候好像拿著磨刀石一樣 磨著自己的一個頭腦一樣的 再通過這一些閱讀跟提問 思考 我們會提升自己的一個內在的視野 我想這是我特別要強調的地方 謝謝 我們在旁邊這位先生 謝謝好 我是哲學系的學弟 雖然很遺憾 已經有太傻心 但是還是很開心能夠聽到你的演講 就是剛才老師有提到 苦悶是文學很肥沃的土壤 那我覺得可能除了苦悶之外 苦悶的人生也會到了很多悲傷跟寬敦的時刻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把這些時刻 畫為文字 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我在那個當下 情緒很充沛的那個當下 快速的把文字寫下來 另一種是我讓時間沉澱後 我再把它寫下來 那我想問一下 這兩種不同的做法老師是如何開來 以及老師會覺得哪一種做法可能比較好 兩種做法都好 這絕對不是一個投機取巧的回答 而是就是說有時候你那種一種很豐沛的情緒 有時是高危險度的情緒 希望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高危險度的情緒來的時候 而在那個當下 你不容易透過言語的訴說 大家都很忙 你找到你的朋友 你想找一個朋友去傾訴 他不見得能夠立刻進入到你的那個情緒的狀態 當這個高危險性的強度的情緒來的時候 你需要傾訴 這個時候文字是一個滿好的傾訴的工具的 或對象的 但是這樣的傾訴之後並不代表 這個事情就解決了 沒有 你的情緒之所以會產生 一定有背後有事件 事件的背後有人 人事物情景裡它是連鎖的 不會只有單一個存在的 當這個情緒 你當下是讓它有一個出口 可是這個事情解決了嗎 還沒有解決 整頓了嗎 還沒有整頓 安排了嗎 還沒有安排 歸檔了嗎 還沒有歸檔 這一連串的後續的 就有賴於當你能夠較為冷靜的時候 拉出你的理性架構 這個時候必須靠理性 所以文學的活動其實是非常 非常奧妙的 也非常有趣的 它既感性 極度的感性 可是它又極度的理性 你沒有理性不成為文 你寫不出來 那篇文章就寫不出來 你沒有理性去支配它 去架構它 你就變成是通篇的情緒而已 就像泊夫罵結一樣 通篇情緒 所以感性跟理性的 雙重的一個建構 才有可能讓你寫出一篇 很成熟的或者是傑出的作品來 所以回到你剛剛的問 這兩種過程都是需要的 老師那我可以再質問 你是如果那個文字 那個情緒很豐盛的文字 現在回來看 還是處理不了 還是火辣辣赤裸裸的該怎麼辦 那就表示你還不夠強壯 還不夠強壯 你知道就是說 我們人生當中有些時刻 有些情緒是不宜訴說的 你了解我說的 我們甚至開不了口的 那種情緒在你的內在 一再的一再的翻騰 但就要看你要不要處理它 你能不能察覺到 你需要去處理它 如果你覺得我都不要處理它 我就讓它支配我 讓它淹沒我 那是一種處理方式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 這不是一個好的處理方式 那當你想要處理它的時候 而你處理不了 可是至少你自己知道 我想要處理 當你知道我想要處理的時候 你的求生意志就會被啟動了 也就是說我需要強壯 就假設這個情緒就像是一個 不講理的一個惡霸 我要打過這個惡霸 那當然你現在打不過它 因為你虛弱 因為你不夠強壯 於是你會逼迫你自己要學習強壯 沒有處理不了的 因為人的社會 人的問題 你所碰到的問題 都可以在人的社會裡面 看到其他人的經驗 他都處理得了 只要人的問題 就可以用人的問題 人的方式來解決 但是問題是你有沒有想要去處理它 我想這是一個關鍵 謝謝 好 我想問那個 就站在那邊女士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的關係 學編制人性 後面那個女士 學姐 您好 很感謝您今天的分享 我是電極二的同學 然後我非常想要請教 您是怎麼 鼓起勇氣做出這些選擇 例如 你就是自己選擇 要去那邊讀高中 然後去台北讀高中 然後這對一個年輕的人來說 是很大的勇氣 而且也沒有什麼經緣的情況下 然後還有就是 其實參加比賽很需要勇氣 如何不產生那種自我 就是自我打擊的情法 非常好奇 謝謝 謝謝我們電極的學霸 我覺得有一點 我有的天賦 我有一個天賦就是 我好像比較容易越挫越勇 台語有一句話就 怕等手掛 連鬥用 就是說你的手被打斷了 你變勇敢了 那可能我也是天生一個自信心比較強的 比較旺盛的人 即便是在我很挫敗的時候 我都不認為自己應該絕望 應該絕望 那在寫作這一方面 尤其如此 第一個就是我好像不怕打擊 有打擊 當然有 從高中開始就一直去投聯合報 副刊跟忠實 人間副刊 高中 高中你就去投稿這兩個城堡 那你不是必死無疑嗎 果然必死無疑 每次都是退稿回來 厚厚的退稿 我一直投了好多年 七八年 越挫越勇 就是那種靜 你知道那種靜 我覺得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有一種勇敢叫樸素的勇敢 什麼叫樸素的勇敢 沒有計算得失 因為你不會計算 無從計算起 你根本就沒有得 沒有得 就是說你本來就一無所有 那你有什麼好失去呢 這是很簡單的 我自己發明的一個數學 就你什麼都沒有 那你要失去什麼 沒有失去什麼 說不定我還有機會得 從那邊得一個什麼東西 就是那種靜 好像覺得我應該要去追尋 我應該要去衝 我應該給我自己一個機會 我如果沒有給我自己一個機會 我怎麼能夠看到更好的自己呢 我們活著不就是 每一年希望看到更好的自己嗎 那就要給自己機會 所以我常常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保持了這樣的一個衝勁的時候 有一天生命對我們很禮喻 讓我們走到了70歲 70歲的時候回顧這一生 感謝17歲的你所做的 為你的人生所做的選擇 你想那是多麼浪漫的 70歲的時候 你感謝17歲的那個少年 或那個少女 為這一生所做的選擇 好美好美 我希望我希望你也能夠為你自己做出 這樣的一個勇敢的選擇 謝謝 我想最後一個想說後面的這位女士 戴律師 學姐你好 我是蔚文一的學生 剛剛學生有講到說 在大學期間 從吳遠文學的世界裡面 遇到了很多大師 剛好那時候也是大學期間 然後我們在場多大多數 從前來也是 非常請問學姐 有沒有什麼是你當始讀了 覺得對你產生很大的啟發 或是影響的作家 可以推薦給我們 謝謝 真的無從推薦起 我跟你講中文系系主任就在前面 待會你們可以圍著他 所有中文系開的課都值得 都會帶你給你一個不同的一個啟發 我當時我覺得我練得非常認真的 叫詩經處辭上書 因為我覺得我要到源頭 到起源的地方去 這三門是非常不好唸的 尤其是上書 那簡直是每個字都要寫筆記了 都要解釋的 可是我很奇怪 我們唸書是這樣 越痛苦的時候越快樂 這是讀書的時候的一種很特殊的狂喜 所以沒有自虐 你就沒有辦法自得其樂 你知道 自得其樂之前 一定有一個自我虐待的過程 那我的意思這樣是不能 不能這個好像 練中文系是自我虐待 不是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有中文系的老師開的課 其實當你去上的時候 他都可以帶領你去看到一個全新的 完全不同的一個世界 即便是我離開學校這麼久了 這些古典文學的滋潤 營養 不斷地在我每個階段的人生 我們都會重新回來 就像我最近前陣子就是看了重看渡詩 那這陣子重看桃淵明一樣的 就發覺年輕的時候是讀詩 是在讀 是在讀 因為有很多的障礙你要克服 有了人生的閱歷之後 才能進到賞詩 欣賞 了解 理解 不同的人生閱歷來看古典文學 這些大師們 大師人的作品 真的有不同的發現跟滋味 那是一輩子的一輩子的豐富的 一種精神世界或心靈版圖 一輩子的一個充實 謝謝 我想因為實際的關係 我們的教育就能夠到這裡 我們是不是一起再謝謝 我們結束之後 謝謝 謝謝